哈喽大家好,我是Gansim4的Rate 今天这个主题是关于Dial XPS 15 我用了的心得 所以基本上这个电脑 我第一眼看到的感觉有给我 哇我的感觉 因为我基本上追求的电脑 是想要那种薄清 然后又会做Tablet 这三个特征 刚好这个Dial XPS 15 都有在这个电脑里面 所以其实我觉得都还蛮不错的 它的外观银色 然后有点银色 然后加码有点铁的 我觉得算是还蛮不错的 这个设计啦 至少它设计起来没有讲特别的丑 另外一个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 它有Program我们两个Type-C USB 这个好处就是它可以给你 Plug in你的External GPU 如果你真的觉得你需要更多的Graphic Card的话 你可以放在这个Type-C的Tunderboard上面 它的右手边有Program我们两个 Normal USB Type-C的 所以当你要Charge电的时候 你可以Either选左边的Tunderboard 3来Charge 或者是选右边的Type-C来Charge 这个XPS 15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叫做2-in-1 基本上就是可以做成Laptop 也可以做成Tablet 基本上可以做成Laptop 是非常的Perfect 如果讲做成Tablet的话 我就觉得有一点太过多余 因为我觉得这个 櫻幕还蛮大的 而且2KG的Laptop 拿在手上做成Tablet 会觉得 我不知道想形容 可能有些人可以接受 可是我觉得我不太能接受 因为2KG对我来讲还算是蛮重的 如果做成Tablet 拿在手上这样按的话 虽然讲 我不是很喜欢它这个变成Tablet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很吸引我的 就是它变成Tablet的时候 它可以用它的笔写 我觉得这个2-in-1的Tablet 还不够Perfect 它的笔就是用Bluetooth 接触到这个电脑 很像你叫Samsung Note 9 可是在Samsung Note 9 是有一个地方可以放这个笔 这个DEL XPS5 我不知道它的笔要放哪里 所以就来讲 收这个笔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比较建议 下次设计的时候 可以提供一个Tone 可以放这个笔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Keyboard 它的Keyboard 我觉得非常的Amazing 就是你们看上去 就是一切都是评评 Design已经减少 它的24%的确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Laptop那么薄 它的这个电脑的CAMERA 是在下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 在下面对来讲 有一点是很特别 可是就你知道 当你要拍一个照 或者是要跟人家 WACK CAMERA 你想像一下 如果那个CAMERA 从下面看上去 如果讲那个人的脸尖还好 重点是我的脸 你知道这样四方 拍上去就会 你知道就是有这种感觉 可是对来讲 我根本不介意 因为基本上 我会很少用WACK CAMERA 基本上这个世界 已经渐渐的走向AI technology 就是我们所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所以Dial品牌呢 也是非常非常理智的 把原本KIN 它说的来LOG IN的 它已经完全变成 换成指纹了 我觉得这个是它 非常Smart的地方 可能现在很多Laptop 已经慢慢走向AI了 所以我们未来的世界可能 嗯 让我思考思考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按赞 关注我加分享 我想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个topic见 拜拜